我的背包里只有一个乌鲸块 炉子里面烧制的乌鲸也不知去向 大师兄 是不是你拿走了我的乌鲸 我可是本分的老实人 怎么会拿你的乌鲸 而且我挖的乌鲸比你多 哎呀 真香呀 没想到一回家就在炉子里发现了烧制好的乌鲸 我还想着这是哪个好心人呢 原来是你呀 小师弟 我就说嘛 怎么不见吃货仙子在家里烤玉米 原来是拿了我的乌鲸逃跑了 怎么说话呢 我才不是逃跑了 我的玉米吃完了 我在空岛下面收集玉米呢 算了算了 不和你这个猪肘子计较了 我有羽毛和赤岩 事实之一也很帅 而且对我接下来的行动也非常有帮助 大师兄 你去哪里 我们已经有了铜毛 也该升级一下下一种神猫了 我去海里打几只魔鬼鱼 收集一些魔鬼鱼尾册 做魔鬼鱼叉 我也去 等等我 哎呀 跑得第七年还快 转眼没影了 我骑着化石龙当然很快呀 哎呦 我好宠 前里气宠 我只有小海豹 小海豹我们走 吃烧烤好啤酒 大师兄 你都没有养习惯 去深海不怕被窒息吗 深海有海盗船 我先骑着化石龙 打个海盗船 再下海去找魔鬼鱼 而且我还可以利用沙虫炮 在海面打出一个可以立足的平台 用手中的神猫 就可以轻松拿捏魔鬼鱼了 大师兄 魔鬼鱼跑跑了怎么办 当然是下海追他 魔鬼鱼已经被我击杀 大师兄 快用收集器 我已经收集到了 先着 你看 你也可以用沙虫炮 这样打出一个立足的方块 我老眼会画垂脚不好 还是小海豹的背上最适合我 大师兄 你快看海盗船 我看见了 先着你不要过去 有沙虫炮远程攻击就可以了 靠太近就会进入海盗船的炮火攻击范围 两炮就能把你炸飞 不行啊 大师兄 一旦参与战斗 我就会被无力不足恐惧震子配 总感觉你远了打不出伤害 你看嘛 我都打了好几枪了 海盗船毫发无损 你不知道海盗船的血量很厚吗 有多厚我不知道 但我听说海盗船上的海盗非常可怕 我一个人都不敢打海盗船 他已经找我了 马上就会分崩离戏 救命啊 救命啊 海盗来了 好多海盗 大师兄 救命 先着 瞧瞧海盗就吓得你喊救命 你还是回家烤玉米吧 别出门丢人现眼了 别说我 大师兄已经吓得跑命眼了 我才没有好吧 我在海底找宝箱了 大师兄 救命 我被魔鬼鱼和大油围攻了 完了 我的小海报牺牲了 不行 海底视线模糊 我什么都看不见 根本找不到方向 你快跑啊 我已经搞皮了 我找到血缘了 你们那边结束了吗 不行 还没找到宝箱 魔鬼鱼尾翅也才找到一个 行 我这里刚好遇到基站 等我找到血缘村庄 放好传送舱再叫你们过来 好 我们这边会加快进度 大师兄 魔鬼鱼又来了 他在你头顶 用神毛先扎他一毛 拉住仇恨 好好好 我用铜毛扎 不好 没有瞄准 我的铜毛沉入了海底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飞回来 当然可以 等铜毛在海底落地 就能飞回到你手中 哇哦 果然飞回来了 距离这么远 没想到也能飞回 不愧是神毛呀 千万不要拿你的毛碰化石龙 他会咬你的 别说碰了 就这样大家旁边不动 我都汗流浃背 呀 大师兄 你怎么把自己扎个屁了 是大摇 我怎么可能自己扎自己 大摇就在你后面重追不舍 来得正好 我让化石龙咬他 没想到这大摇的皮这么厚 不行了 我已经缺氧了 上来喘口气再下去收拾他 大师兄 小师弟已经找到了血缘村庄 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我们先回空岛 做鸡蛋去血缘 好远呀 大师兄 我没有化石龙跑不快 你上来 我用大鲸鱼带你 哇 好豪华的大鲸鱼做鞋 恐怕只有你们这样的 史书级老玩家才能拥有吧 大鲸鱼已经陪伴我七年了 确实堪称史书级做鸡 不知道现在的大鲸鱼 要怎样才可以获得 你可以问问小伙伴们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陆地了 大鲸鱼我还没做够呢 除了炒玉米 你能不能有点粗细 一个大鲸鱼就给你美得万乎所以 快来血缘 我带你见识更多有趣的 血缘的村民不愧是游牧民族 宰杀牦牛一点也不会心慈手软 你们赶紧过来 村庄附近已经出现很多兵灵守卫 我担心兵与巨魔会来偷袭村庄 还要再等一会 仙子还在水柱里往上爬呢 那好吧 我去把箱子里面的东西拿走 这里有红烧兔肉 还有土纸 哎呀 这些游牧民也太警觉了吧 我刚打开箱子就被发现了 那些兔肉可是村民用来献祭给兵魔的 你拿来人家的祭品就是亵渎了神灵 肯定要给你一顿胖咒 下手太狠了 毫无人性啊 我把死滴血 两下就给干没了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血缘 再不来 你们就见不到永本帅气的战神小师弟了